我说佛 虽然26岁就相信了 真正接受净土 那是相当不容易 年轻的时候 喜欢佛经里面的道理 佛经里面的经义 对这个发生信息 认为净土 应当是 这个世尊 对程度差一点 根性烈一点的人 对他们所说的 大概不是对知识分子说的 所以从华严经上 偶然的一个念头起来了 细心观察了 才发现 这是无比殊胜的法门 你真正相信 你才能够欺负 所以 幸为道运 功德不怕 我 确实说这么多话了 目的活在 劝大家真相信 真心太难太难了 你看我对净土 这个净土法门的接受 差不多是 从 方老师 把佛法介绍给我 20年之后才相信 真的是男性之法了 真的是男性之法了 30岁的时候 参缘法师 劝我 我不敢反对 没接受 心里没接受 表面上不反对 也跟着念弥陀经 实际上没接受 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 十年了 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不反对 净土 但是 我学净土 这个意愿不强烈 真正接受净土 相信净土 是华严谨讲了一半 细心把华严谨 从头到尾翻一遍 看文术普写 看到山菜 我是山菜 这个才真正明白 所以我相信净土 是从华严谨把我带进去的 楞严谨把我带进去的 我跟李老师学了一遍 这是一步道集 证明 这是男性之法 我不是上根 我是中下根性的人 学佛 分别执着 很严重 所以对于这个大发了 产生障碍 信心 建立不起来 受华严谨的熏陶 逐渐 业障小了一些 智慧也开了一点 才把这一桩事情 真的看清楚 看明白了 这在想起 这在想起 融合 字幕制作为